本店铺最丑的一件衣服诞生了 本来感觉飞飞很喜欢蜡人 想带她做一件情侣装 这个衣服好好看啊 咱还得做一件情侣装啊 要给我设计成啥样啊 我在这上面抄一万遍我的名字 最后组成一张我的帅照 而你这顶着肚子上 你敢做我都不敢穿 你呢 你有什么好想法 很简约的 很大气的 就无飞飞正中间三个字 有时感觉我俩就像两块不同的拼图 有了彼此才算完整 你这是什么呀 你是啥呀 你涂得也不匀啊 多比你这个好吧 最后我们选择了 先蜡人再扎人的组合方式 准备设计出全世界 独一无二最完美的情侣装 想一点吗 这个 这没关系 但是中厂那样的 我都给它扎点片 它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那个草的那个清味 好可爱呀 这是我给你做的 史上最丑的衣服诞生了 那你还没看你给我做的 结果第二丑 这回能看出来它拼到一起了没 嗯 看出来了 好奇怪呀 明明咱俩想法不同 结果现在丑得如出一辙 我感觉最好的是 这个小狗和这朵小花 我不敢想象大家穿上这个 对我多么般配 我俩其实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人 一旦相及也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火花好干啊 用我这大油头给你补补 你留着自己炒菜吧 给你护护发 护发精油 我们互补又相似 让我也能借着你的眼睛 看另一种可能的人生 就像土豆和西红柿 本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变成薯条和番茄酱 我们也成了绝配 咱俩两个人出门 带两只不一样的洗发水 咱俩还能走一起 这一趟时间说明了啥 说明有杀气 说明了我要灵真起手了 像你这种油泻头 就要用微子绿表洗发水 确实要控油头时 改善头皮环境 一次明显改善头线问题 像我这种烫染受损的话 就要用粉标 舒缓又温和 对敏感头皮很友好 所以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虽然有着万般不同的差异 但我们也从未停止 寻找相同的共振频率 which I must do couldn't shine by bwd6